Gigi Bo Gong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肚男 说到勇敢 说到机灵 他是一群棒 喂喂喂 别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作儿分子 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棒棒糖 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住住下 他就不用犯 Oh Gigi Bo 童话你做英雄 Oh Gigi Bo 让血线中流动 Oh Gigi Bo 一切掌握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第二十一集 公主 神经兮兮兮 这个可恶的小混蛋 竟敢晒黑我雪白的皮肤 总有一天我会报仇的 噓 我要说大魔王的坏话 我们还是快点制造痛苦吧 要对付一个小姑娘还不容易 我沦落到现在的处境 全都是白雪公主的错 如果她当初被毒拼过毒死了 我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也不会被赶出王宫 今天就让我们先拿她开灯 要对付一个小姑娘还不容易 我一口就能吃掉她 一下吃掉她就太便宜她了 我要让她痛不欲生 永远生活在痛苦里 难道要我每天都吃她一回吗 我这里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这也太简单了 好戏 在后头呢 要说战斗的经过 那真是惊险得不得了啊 野狼军穿上黑天鹅铠甲后 战斗力非常惊人 她用剑这么一劈 就能劈断一栋楼房 她一跺脚 就能把地面震出一道裂缝 我都是被野狼军打的 静脉寸断 气窍流血 你会这么差啊 哎呀 反正就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嘛 但是 我就是财不死的小强 凭着顽强的意志 彼此又一次地站了起来 那真是惊天地 气鬼神 三套铠甲 都被我感动得流眼泪了 铠甲还会流泪啊 不会流泪的东西都流泪了 那才叫真正的英雄呢 最后 深受感动的三套铠甲 全部浮在了我的身上 让我威力大增 哭哭哗黑 哭 我随随便便就把野狼军打败了 猪猪小厉害啊 好棒 我别我们出去转转 在这里听菜鸟吹牛真是想吐啊 没错没错老大 其实啊 我早就吐了 不信你看看 滚开滚开 你们还想听啊 那我就再说一遍 老大 老大 要说战斗的经过 那真是惊险的不得了 可恶的鸡鸡豹 竟然在我之前完成了铠甲组合 崩头都被他抢了 是啊老大 再这么下去 你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我们要不要找机会教训他一下啊 哼 他不过是我手下的败将 现在我要找个机会 让他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哼 您请 您先请 啊 啊 啊 哎呀 老大老大 您没事吧 小朋友 幸福救援中心是在这里吗 是谁这么大胆 哦 哦 原来是白雪国王陛下 你是 我就是 幸福救援队的超级主力 超人强 哎 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吗 哎 我的女儿白雪公主 突然变得神经兮兮的 总说身边到处都是想谋害她的人 啊 那个拿毒品管 想给白雪公主吃得坏王后 不是已经被赶出王宫了吗 现在还有谁敢害公主啊 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现在是什么人都不相信了 整天担惊受怕的 再这样下去 我真担心她的身体啊 所以 我想请你们救援队 让公主幸福起来 哦 嗯 这倒是我证明实力的好机会呀 嘿嘿嘿 呃 国王陛下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 我一定让白雪公主幸福起来 太好了 那就拜托你了 嘿嘿嘿 没问题 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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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 请 你们请跟我来 哦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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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波比 这次任务是我们扬名立办的好机会 千万不能搞砸了 老大 你就放心吧 以你的战斗力 加上我聪明的头脑 肯定比那些菜鸟强一百倍 嘿嘿嘿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哦 哦 哈 一定要给白雪公主留下个好印象 好的 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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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哎呀 有埋伏啊 有埋伏 大家小心呐 小心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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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大 老大 你没事吧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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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快出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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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们 你们 是什么人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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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幸福救援队的 啊 女儿 这两位是我请来保护你的 你不用担心了 你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 他们肯定是 呃 嘿嘿嘿 是好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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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竟然一出场就这么丢脸 亲 我想起来了 在给小呆呆颁发奖章的时候 我见过你们 哼 小呆呆只是个菜鸟 而我才是幸福救援队真正的主力 只要有我在 一定能保证公主的安全 亲 不要过那条安全线 哦 哦 亲 我不相信你们 所以应该保持距离 老大 老大 你看白雪公主的幸福指数 已经快交到零了 哦 我们得想办法让白雪公主 重新信任身边的人 这样才能让她感到幸福安全 公主 你该吃点点心了 今天特意为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色森林呢 不 亲 我不能吃 说不定你在点心里面放了毒药 哦 公主 你从小到大吃的食物都是我亲手做的 我怎么会毒害你呢 你应该相信我 你应该相信我 哎呀 我太伤心了 亲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 要谋害我的人太多了 我不能随便吃东西 公主 既然你担心食物有毒 那我就先吃一口 证明给你看 哦 啊 这个点心看起来很好吃啊 哎 真老大 还是让我来吃吧 就不用劳烦您亲自动口了 不用 我不能让你冒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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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厨师 身上带把菜刀很合理吧 是很合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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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喜欢打猎的厨师 身上带一把猎枪也很合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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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比 啊 还是你来吃吧 啊 啊 老大 我不想中毒 这个厨师肯定有问题 啊 不 不 不是我 这把菜刀和猎枪确实是我的 但是 我已经把它们放在柜子里了 我也不知道 它们怎么又会出现在我身上 饶命啊 啊 啊 你把点心吃掉 我们就相信你 我亲手做的食物 我当然敢吃 你们敢 我没中毒吧 而且精力充沛 活力四射 老大 看它的样子 确实是没中毒啊 哦 它已经中毒了 啊 中毒 不会是灰身抽屠吗 口吐白沫的吗 它中的是无色无味的新品毒药 名叫跳跳死 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 中了这种毒的人 会不停地乱蹦乱跳 直到把自己累了 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厨师 你快打车去医院吧 车姐给报销嘛 没问题 你快去吧 谢谢国王 来来来来来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王宫里总是出现各种意外 啊 我害我的人都走了 呃 一个意外少然 如果同时出现很多意外 那就一定是阴谋 按照我们白雪王国的传统 作为公主是一定要参加今年的雪糕节开幕式的 嗯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怎么敢让公主出门呢 陛下放心 我超人强绝对有能力保护公主的安全 如果公主少了一根头发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哈哈哈 嗯 那就拜托你了 我现在去给你们安排一辆轿车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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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父王的笑容好奇怪呀 嗯 嗯 哎 哎 以后还是少吃点笑笑果才行啊 不然总之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一下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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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哦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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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和我当面较量 有力气 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胡拉圈也没问题 后空翻两周再进格里 天南地北不放弃 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 圆头圆脑圆肚皮 里面是声音的真谛 嗯 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啦啦 高歌一曲 往来看起 让你吹有力 我要去减肥 除非平起零 不再那么贵 三块二毛衣 我也要人陪 除非我有米 去换红玫瑰 然后送给你 I' Just Lovin' You 你别看好开心 I' Just Lovin' You 你没 Nap超越 I' Just Lovin' You 你没 Nap超越 感谢观看